我们首先找到了近三年来国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和火灾数量 统计计算后发现,新能源汽车的火灾发生率从2021年的1.85%降低到了2023年的0.96% 与此同时,燃油车的起火率则在1.5%左右 整体来看,当前新能源汽车的起火率甚至低于燃油车 与此同时,我们也找到了国际上的公开数据 在世界上新能源汽车销量比例最高的国家,挪威 汽油和柴油汽车的火灾发生率是新能源汽车的4到5倍 电动汽车着火的失故率应该是小于油车 这个是有统计的 但是我们对电动汽车除了事故的时候处理的方式 不像油车那么有经验 尽管新能源汽车起火概率并没有比燃油车更高 但是电池起火比汽油起火更难扑灭 复燃率较高 这也是新能源汽车起火备受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从我们日常的调查情况来看 我们有间隔5天或者6天的车都发生复燃 特别是在灭火以后 有那个水喷上去以后 它这种短路反而会更容易发生 因为有水做一个导体 所以说容易造成复燃 发生事故以后 一定要有专业的人员或者专业的企业 把电池给分离开来 进行销毁或者是处理 感谢观看